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八拍哥哥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CNOW EDM製造機 JUJAMO 如果你也喜歡音樂相關的知識分享 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及follow Instagram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來自德國的TUJAMO 製作能力高強 也對電子音樂的趨勢 擁有極高的掌握度 這些特質也讓他 創作出不少知名單曲 像是 而這些作品根本可以說是 即便過了這麼多年 至今還是能在不少場合中聽到 究竟他的發展故事為何呢 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TUJAMO 的本名 Mathias Richter 1988年出生於德國 在青少年時期發現自己對於DJ 產生濃厚的興趣 並於17歲時開始了DJ生涯 並在2006年參加一家夜店的比賽中 展露頭角 也成功的成為了駐場DJ 根據他的訪問表示 這個比賽是當時女友幫我偷偷報名的 而就在比賽後 他馬上了解到 必須要在自己的DJ表演中播放自己的作品 才有機會成功 而之後他就開始鑽研編曲製作等等 也在同年釋出了第一首的單曲 Mombaza 這首歌有一點Triple House的感覺 加上Minimal的Bass 與現在的歌曲感覺十分不一樣 就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看他的第一首作品吧 MING PAO TORONTO 接著過沒多久 隨著製作能力越來越強大 也被順利遷進知名唱片公司廠牌 Spinning Records 他與另外一位同樣來自德國的製作人 Plastic Funk 共同發表的單曲 Hoo 這首可是影響他生涯不少的單曲 不僅讓他一炮而紅 全世界的舞廳也是幾乎天天都在播放這首歌 連電影大神Avici也放過 成功的為他打開了知名度 讓他開始有機會與其他大咖DJ合作 而這首歌聽起來也十分的動感 即便到了現在都還是很適合拿來跳舞 就讓我們一起來合規一下 這首讓Tujamo請飛的單曲吧 接著到了2013年Tujamo 與Steve Elke 以及Chris Lake 共同合作單曲 Bone S 這首歌也開始有了Tujamo現在的味道 作品也越來越成熟 至今也還會在夜店甚至是音樂節中聽到這首歌喔 這首歌也成功的在德國舞曲排行榜中 即進了前50年 也讓他在電子音樂圈中更往前了一步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看這首歌吧 嗨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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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2015年時TUJAMA首次進入DJMAG百大DJ排行榜中獲得了第95名的 成績 在這之後的百大榜單都有他的蹤跡 同年他發表的大家一定都有經過的派對神曲 Woodie Bounce 這首歌雖然點播次數沒有像其他常見的EDM神曲這麼的高 但卻是電子音樂界中大家一定都聽過的歌曲之一 聽到就會讓人不自覺地想要開始跳舞 如果你沒有聽過的話 快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看吧 讓你去看那些複雜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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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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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自己的特色 不要再去抄襲別人 你如果真的想要從一群人中脫穎而出 這件事很重要 我知道這很難 也可能會花很久的時間 但絕對值得 在發展過程中 我也受到很多人的幫助 這些前輩也給了我許多的啟發 像是Tiesto Steve Aoki 或是Beepro等等 而我也希望 將這樣的帶領關係傳承下去 幫助更多的人站上 說回來 而他的生涯也並非一帆風順 耳朵的疾病是所有製作人幾乎避免不了的 他也不例外 在一次治療中醫生告訴了他 如果你能將自己長期處於高分貝的環境中 將有可能葬送自己的音樂生涯 從那之後他便開始調整自己的工作 確保有足夠的時間休息 而近期疫情也逐漸趨緩 最讓人開心的事就是可以看到真人了 他在訪問中說到 能夠被粉絲圍繞是件很幸福的事 在被強迫休假以前 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的重要 現在可以跟人重新連結 我覺得很棒 還能碰到其他DJ夥伴與同事 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事情 當然Tudramo也趁這段期間累積了不少的作品 準備釋出給各位粉絲 就讓我們一起來期待一下他未來的發展吧 OK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對於Tudramo能夠有更深的認識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請在影片下方給我們一個Live 不要忘了訂閱我們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每周四都會發布音樂資訊 激追知識及編曲知識 如果有什麼想聽的主題或是影片上的建議 也歡迎在以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期待會見囉 拜拜 到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